他說他在安城還沒叫安城的時候 他見過雪 在某一個國度的極北之地 在安城還可以自由春入的時候 他去過極北之地 白茫茫一片飄浮的白雪 漫天遍地都是白茫茫一片 之後偶然露出烏黑色的樹木 他心裏的圈囂 在安城一年發生了一場大地震 安城的第五年就發生了深城林事件 足足五分一人口因此熱消失 安城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 由眾星圈蛙所策劃的安城計劃 是一個結合網絡和劇場的互動劇場計劃 其實他是一個網上的平台 給大家發表大家的創作 而可能創作就是建基於有關安城 對安城這個地方的看法 安城是一個什麼地方? 其實安城是一個虛構的城市 如果大家想知道安城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我們網頁已經開了 裡面有一個年表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安城裡面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 其實他就有點像香港五十年的年表 你可以透過這個年表 去看到這個安城發生了什麼事 說得安城 我想是給大家的空間 我們在思考城市的發展和未來 究竟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看到 以及這個城市將會 步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而我們這些在城市裡面的人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些事情 又或者我們怎樣去對這些 在我們面前發生的事情有反應 我們去怎樣思考 我想是我們希望 讓我們創造成城市的空間 他們會將在網絡上面 收集到的文字、聲音、影像片段 放到舞台上面 劇中的故事就會發生在觀眾 所創造出來的安城裡面 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個演出的 一個劇場的演出 就是在五月尾 我們會在葵青黑盒 做一個劇場的演出 而裡面的某一些內容 其實是會在我們這個網絡裡面 抽取出來 希望兩個之間可以有一些互動 我想其實那個是一個 我們追求的劇場的概念 它是一個比較多元的 我們不是純演員或者純文本 而是一個劇場裡面 應該是有不同的元素 都會成為它的主導 安城其實只涉著香港 而劇中的各種人物、設置 其實就在探討 香港城市發展的各種可能性 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城市的未來是在我們手中 我們是所有在這個城市裡面生活的人 所以我們要看得清楚這個城市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可能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見到一些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面對的事情 其實未必是這麼必然的規律 可能大家都習慣了去一些超級市場買東西 但超級市場是否就是一個必然的規律呢 我們可不可以幫助一些小小店 而令這個城市更加多元 即是不只是一種商業思維 或者是某一種連鎖機構的思維 而是可以令這個城市更加多方面發展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適合他自己的生活模式 或者一個生存的空間 我想是創作這個故事的緣起 所以我們已經到處了 就算了